大家好,本节课我们来了解解映的工作界面 包括软件安装以及工作界面的了解 首先我们安装解映可以通过软件管家 视频软件这里就有解映的专业版 那我们直接点击安装就可以进行安装 那点击安装之后它会弹出它安装中 那在这里面有一个解映 下面是立即安装 那下方还有更多操作 我们从这里可以选择目录 以及是否创建桌面的快捷方式 那从这里我们点击立即安装就可以了 那在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解映的介绍 那我们当前应用的解映它是电脑版 那它分为手机版和电脑版 那在这里安装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关闭掉 那从这里呢我们点击立即体验 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就是它的图标 简映专业版 我们双击也可以打开软件 好那当前呢它就打开了一个界面 那在这里面呢它显示的是先导的这个界面 并不是工作的界面 那在这里面呢它有几个选项 一个是剪映的logo 这里剩下的呢就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项 那我们想开始一个视频的剪辑 首先是从本地草稿开始 从这里呢可以点击开始创作 这样呢就可以开始一个项目 那还有呢云备份草稿 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点击登录 还有就是热门活动 好我们可以看到 剪映它的一些热门的活动 那下方呢还有就是 我们可以点击登录 好扫描进行登录 那还有呢就是可以进行设置 那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 设置中包括的几项内容 还有呢就是关于反馈 那我们从这里呢主要就了解本地草稿 那在这里面呢它有开始创作 以及剪辑草稿 我们开始创作之后的每一个项目 那它都会自动地存储到草稿中 当前没有草稿 是我们并没有开始使用它 那从这里我们点击开始创作 当前我们看到的呢就是 剪映的工作界面 那它主要呢就分为四大部分 那我们从这里呢可以看到 它的分的很清楚啊 那最上方呢是它的 菜单那我们从这里点击就可以看到 它是集合在一起的 有文件菜单编辑菜单以及设置帮助等等 那从这里呢可以看到特别的简单 好我们可以新建一个草稿 可以导入导出以及呢我们可以 剪切复制粘贴撤销等等啊 这些简单的命令 那也包括设置还有帮助 那帮助中的快捷键呢我们可以看到 好在这里面呢就有快捷键我们点击就可以查看到经常使用的一些命令 好它的快捷键 那接下来呢就是它主要的面板的部分 那第一个面板也就是媒体到调节 这一个面板那它是媒体库也就是素材库 我们导入的素材呢都会放置在这里面 那从这里呢它有标签啊 我们可以导入媒体的素材 也可以啊使用音频的素材 还可以添加文本应用贴纸啊 以及应用特效转场滤镜等等啊 来进行应用 那中间的这个区域呢可以看到它叫播放器啊 也就是我们剪辑之后的成片或者是我们的素材都可以在这里进行预览和播放 好 那右侧的这个部分当前未选中时间线上的素材 它是一个选项面板 好我们一旦有素材进行编辑时 我们就可以给它进行一些选项的操作 那下方的长的这个面板呢是它的时间线 好我们要在时间线上添加素材 并且对于素材进行剪辑和编辑 好它主要就包括这四大面板 那我们之后的操作呢都会在四大面板中完成 那最后呢就是导出 好我们编辑完成的 好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导出直接点击 当且无法导出是时间线为空 我们必须在时间线上有编辑 有素材才可以导出 这就是剪映的工作界面 本节课就介绍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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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